命当主席朱立伦二十号上午 带着三位立委参选人 到台东关山市场扫街拜票 并且一同到天后宫参拜 祈求竞选顺利 现场还有台东县长饶庆林 以及议长吴秀华陪同 而朱立伦随后已到德高里 参加阿美族风年季 但是在跳传统舞蹈的时候 却不小心把原本右下左上的手势摆错 摆成右上左下 来看一下当时情况 可以看到当时舞蹈跳了一段时间之后 才被发现有错误 当地族人赶紧上前进行指导和纠正 那么政工所的原型客长也表示 朱立伦第一次来可能还不熟 请大家不要太严肃 而在十八号晚间 柯文哲到花莲参加风年季 本来被安排在主桌的位置 但是花莲县长徐正位到场后 马上变成做到副桌 让柯文哲很尴尬 对此主办方也做出回应表示 其实原本就没有把柯文哲的位置 排在主桌 是他的秘书带错位置 后来主办单位发现之后 才马上将他换回 原本安排好正确的位置